公廟广场穿白衣的群众围着一名黑色衣服男子 出拳殴打还有人持酒瓶砸头 庙方紧急广播拜托大家比较冷静 但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警方第一时间到场想办法驾开人群 但加入战局的人比到场远景多太多 场面还是非常混乱 事发在28号周日晚间9点多 屏东县岩浦乡新闻地区连续三天举办三年一科的银王祭 结果进行到一半就在庙会广场爆发冲突 经初步了解情绪 两位民众观看庙会时发生推击冲突 那其中蔡贤与吴贤疑似有持酒瓶户 警方带回蔡姓以及吴姓男子 这两人疑似持酒瓶户杂 尽管双方互不提告 但还是依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这和家长没关系 我老家的人 想要人心坐 想要来做成说有两个人的口感 想要到一张叫 总是有共同 回到事发公庙 募集民众与其他公庙人员帮忙澄清 与参与绕境的叫班没关系 纯粹是来看活动的两个人互殴 但是否还有其他人涉案 警方深入调查中 近新闻